这个就是 这个是启动的光电 嗯 还有这边这一个 啊 两个达到条件之后 再转盘 转盘才会转动 是吧 原地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光电 这个光电干嘛呢 啊 检测到屏幕 嗯 然后这个机缸 这里有这个机缸 啊 机缸退回来 放屏 放盖子过来 就放盖子过来 这边再转 啊 这里是一个 这里一个光电 是检测盖子的对吧 这个是检测瓶子的 哦 检测瓶子的 那这里的呢 这个是转盘的停止位置 停止位置 这里就是检测到 检测到这个瓶子之后 到这个位置了 是吧 这个位置之后 这边的 气缸放盖子过去 这现在是挡住这个盖子 不能用它过去的 嗯 因为这里 啊 这里只有四格 嗯 然后这边有 一 二 三 四 六格 嗯 多了两个 所以说 要挡到它 到了之后才放盖子过去 哦 明白了 嗯 这个也是 调节高度 嗯 压盖子的 这里也压一下 压完之后 这里再压一下 两个 原理是一样的 跟那边 原理是一样的 只有手盖这里 哦 这里了 嗯 这个电源 检测到 瓶子过来 嗯 二号 手盖可以动作 它这个扭力是不是需要调 因为不同的盖子的那个 松紧度是不一样的 嗯 先检 这个光电检测到之后 嗯 过到这里 这两个气缸夹紧 然后 这个 往下 走 再夹紧 再扭力转动 再松开 如果这边工作 再工作 二号 一号 然后锁盖就开始动作 墨压的话是二号 工作 就是同时工作 啊 如果两个一起过来 他就 如果只有一个过来 他就 就是 先是二号 是吧 那如果 那刚刚那个扭力怎么去调 怎么那个呢 还是说 在这里 先比如说 在这个扭力下面 这个瓶子松的还是紧的 然后再根据那里 扎一点 或者是减一点的那种 把那个打开可以看那一下吗 这边 多一点 啊 那这个是手动功能 嗯 啊 有 这个是开关 手盖的开关 这是二号的开关 嗯 那家庭的 这个是家庭 啊 你在按一下 明白了 这个是 啊 手盖的 身杖气缸 是那里的 对吗 啊 你动一下看一下 哦 手盖身杖气缸 好 嗯 然后这个就是手盖的气缸 抓 抓盖的气缸 手盖气缸是哪一匹 抓盖的哦 抓盖的 嗯 到了 到哪里了 现在是 这个是电机 是不是电机 哦 明白了 这些跟这边是一样的 OK 这是一种两种 嗯 然后这个是打外盖的气缸 哦 那里我知道了 嗯 这是打外盖的 这个是转盘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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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转盘的速度 嗯 要跟其他一个转盘的速度 包括那些 那个盖子来检测到盖子的速度 检测到瓶子的那个时间啊 他两个转盘是一起动作的 嗯 就这个速度 转盘的延迟 嗯 还有打外盖的时间 压 压外盖的时间 嗯 就是压外盖的延迟 压外盖现在不用延迟 嗯 但是撞一次打一次 那就不需要延迟 然后第二页就是 啊 先说第三页 第三页 夹平夹平延迟是 这个光电检测到延迟 多长时间 这个气缸动作 才开始动作是吧 开始动作 嗯 这个下降延迟是 这个夹紧之后 这个气缸夹紧之后 他这个气缸下来 下来之后 锁盖延迟 锁盖延迟就是抓盖的 抓盖的时间 延迟之后就是 这个是时间 然后就这个速度 开始转动 啊 那个是不立举了 也需要改变吗 需要改的是哪一些啊 比如说换了一个盖子之后 换了盖子之后 换了盖子之后 主要是哪一些项目去 主要是 立举要调一下啊 立举然后呢 还有这些 啊 如果是 平时 刚好的话 这个基本上也不需要怎么调的啊 主要是立举是吧 还有立举 立举 立举 嗯 啊如果锁得不够紧的话 再调一下这个 伺服时间吗 对 这个是锁盖的时间 啊 你稍微 稍微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ok ok 这边大号罗 一样的嘛 一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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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伏时间和四伏力区 这两个是需要调一下的 ok 哎呀这些就是 这个就算了吧 这个反正那个 这个不需要调的 嗯 这后面一个没什么那个的 这后面的 这个拨电是 检测了盖子之后 嗯 这里分盖的 电机就停止了 哦 这意思就是已经满了 它下面不用再 在网上送了 运送了 对对对 嗯 嗯